台南市政府5月25號期 緊急勒令夜市停止營業 胎商們措手不及 半個月沒收入了 現在又聽到三級警戒延期 讓他們急得跳腳 在花園及大東兩大夜市 擺攤做生意的攤販說 緊急停業當天就損失一兩萬元 現在完全沒收入 生活現困境 偏偏有的做生意的菜市場攤販 可以獲得紓困補助及營業補助 三個月的水電及租金 他們只有紓困補助一萬元 一點都不公平 菜市場它是正常營業的 他們的業績是翻了兩倍以上 反而是政府去對他們做補助 菜市場有這些補貼的時候 我們這些被勒令停業的夜市人 我們情何以堪 為什麼我們營業的大頭 沒白的還要交助金 一國的負擔客人要五六萬 在高雄瑞峰夜市 賣大魷魚的業者也說 從5月20日起停止營業 紓困只補助一萬 投保兩萬四千元以下的勞工 才有三萬元 根本無法養家活口 完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然後這時間又是那麼的長 有的是借貸度日啊 市場是民生所需 這個一萬塊坦白講 生活還是不夠的啦 主要是我們希望 在工作上能夠協助他們 找到一份臨時的工作 能夠暫時度小月 夜市攤販希望能比照市場紓困 讓他們度過停業黑暗期 市場則強調會在想辦法 盡量提供協助 TVBS新聞 顧守昌趙莉 南部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